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用勾针 把线勾住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并子针 所谓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 我们在圆里面开始勾短针 穿针进去 勾针 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线圈 拉线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把第一个短针针眼 我们做好标记 大家看一下 针眼是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第二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一圈呢 我们是在这个圆环里面勾出八个短针 对应八个针眼 短针呢 我们是用字幕forx来表示的 第一圈我们就是勾8x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八个短针了 对应八个针眼 把这个线位用力拉紧 这样呢 就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一下这个引拔连接 我们就在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大家看一下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就可以了 线位横在一侧 勾住线 拉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勾过来的这根线呢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拉紧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需要勾八个短针的夹针 首先呢 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每一圈我们在勾好之后呢 都需要先勾一个辫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呢 我们开始勾八个夹针 首先呢 我们还在刚才 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出第一个夹针 还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就是刚才我们做标记的这个针眼 先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 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等于是加了一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夹针就勾好了 一个夹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夹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好 第二个夹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后面的六个夹针 全部勾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就会由第一圈的八个短针 变为十六个短针 短针加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夹二V来表示的 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勾出八V 八个短针加针 最后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好 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第二圈进行一下这个引拔链接 这个方法呢 和第一圈的方法是一样的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拉紧 第二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 重复勾八次 勾好一个辫子针之后呢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呢 做下标记 每一圈第一针都做好标记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总共是需要勾八次的 然后我们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的六次全部勾好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隔开一针 加一针 那么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二圈的16个短针 变为24个短针 加了8针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三圈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连接一下 还是在我们做标记的 这个第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印8针 第三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第四圈呢 我们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再一个短针的方式 重复勾8次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第一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 在第二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针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三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再一个短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8次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次 第四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五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第六针里面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呢 把后面的六次全部勾好 那么第四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三圈的24针 变为32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大家可以一边勾 一边学着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着图解 独自勾边一小部分 短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范X来表示 加针用字母范V来表示 小括号呢 代表里面是一个组合 后面的数字代表重复几次 好 我们这个第四圈就完成了 勾好之后呢 连接一下 第四圈正式完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先勾一个变字针 第五圈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八次就可以了 先勾好三个单独的短针 第一针做好标记 三个短针占据三个针眼 第二针 第三针 这是三个短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大家看一下 三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八次 我们勾第二次 三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这是第二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六次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第五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四圈的 三十二个短针 变为四十个短针 现在我们不想让一点 我们 gospel 根本就会前给你 打开 拜拜 这也是 你 是 那就 我先帮你 我先帮你 我们好 我先帮你 再给你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五圈就完成了 连接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六圈 先勾一个变色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那么第六圈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针眼发生了变化 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针眼我们只挑这个短针针眼的后半针 前半针留着,不用管它 我们挑这个后半针作为针眼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第一针挑后半针这个单层线圈 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这一整圈都是挑后半针 然后第三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第五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这是一个组合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再两个短针 这是一个大的组合 这一整圈呢需要勾八次 我们来勾一下 针眼呢发生了变化 每一针都是挑着一个短针针眼的后半针 作为针眼的部分 好,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第六圈勾好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六圈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连接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七圈 只有这个第六圈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是勾的后半针 其余部分呢 我们都正常的穿针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勾第七圈 先勾一个变字针 第七圈呢 我们按照五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八次 针眼呢正常来穿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 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勾好之后 第六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第七圈 这一整圈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